而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是这件事情 也让大家非常的挂心 就是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无限期进食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他的精神跟第一天相较之下 当然是差了很多 他今天也对总统马英九 公开发表了一封信 他说总统除了外交跟国防之外 剩下的事不适合也没全力干涉 例如核四该不该建 马总统就不该插手 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林毅雄还是很周到的跟媒体挥挥手 但是跟第一天相较之下 精神脸色真的差了好多 让大家很担心 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资深媒体人唐湘龙 却在网路上发表文章 说林毅雄玩的是老梗 还说那就继续让他绝下去 近时的行动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似乎还是个未知数 林毅雄最新给总统马英九的公开信 一开头就说 那封信他到现在都没有收到 他只好按照网路上他看到的内容 给他以下的回复 第一核四争议已经形成 要么停舰 要么公投 决定是不是要停舰 林毅雄认为直接停舰 是最不会劳民伤财的好方法 第二身为总统 核四不属于国防 也不属于外交 应该由行政院立法院来办理 总统没有权力 也不适合干涉 最后林毅雄说 小小一张卡片 等等几句话 就说明了总统宪政尝试的缺陷 记者综合报道 白马 白马 .'' 札 黎 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